黃毓民議員已經作出預告 動議港稿附陸所在的修正案 修正第三及第六至九條 委員現在可以就第三及六至九條的原文 以及黃毓民議員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現在請黃毓民議員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港稿附陸所在的我的修正案 以修正第三及第六至九條 主席,本席起條例草案第三條、第六條、第七括弧一條、第七括弧八條、第七括弧九條、第七括弧十二條、第七括弧十三條、第七括弧十五條、第八條及第九條 都在政府異議修正條例的中英文明稱 即是定額罰款 公眾地方結證及阻礙罪行條例 其實這個呢 就算這個修改也是有些不足的 那條例的那個立意就是希望 對於市民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不潔淨 污衛或者阻礙其他人活動的行為 定出這個定額罰款 是吧? 而條例本身的內文就說明是 有關不潔淨 或者我們叫污衛 那個 阻礙行為的準則 整條條文都是 對負面的行為作出 判定的內容 那為什麼 在條例明稱會用上潔淨這個正面的詞呢? 吸淵以健康委員會 這個已經是很荒謬的 吸淵又健康 那個呢?其實是反吸淵的委員會 你這條法例呢? 阻礙當然是罪行來 阻礙 那是潔淨 潔淨也犯罪 很多時候我們坐法案委員會遇到這些問題 我不是覺得頭痛 我覺得非常可笑 經常都不會改的 局長你坐在這裏 你中文怎麼都好過那些 法律草議科那些人呢? 看不到這些問題的嗎? 如果作為正面用詞的潔淨 就可以概括這條條例的內文細節 而內文所聚訊的行為 又何罪之有呢?請問 潔淨也屬於罪行 也會宜兆大方 我一定要說的就是 在公眾地方 造成阻礙屬於罪行 標題 這個罪行一詞 就不可廢除 當局將原來的版本 定額罰款 括弧公眾地方 結證罪行條例 廢除了條文標題 罪行一詞 就代以及阻礙 於是修訂成為定額罰款 括弧公眾地方 結證及阻礙條例 換言之 似乎在公眾地方 造成阻礙不屬於罪行 原來版本在公眾地方結證 反而是罪行 江華局長 你明明我講什麼 我是不是講到一塊塊 不是我講到一塊塊 是這條條例的標題 講到一塊塊 是嗎 你現在這樣修訂 新版本的標題 那個行文就令人廢解 詞不達義 與意模糊 用意不明 又不合情理 原來那條條例 那個名稱都有問題 你現在改了之後 就變成這樣 我剛才說 結證及阻礙 原來沒了及阻礙 那三個字 原來那條條文的標題 都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當時立法會 制定這條法律的時候 看不到這件事 這麼奇怪呢 可以公眾地方結證罪行 結證都是罪行來的 局長 污衛可能不是 不結證可能不是 但是 這個與意不通的條例的名稱 可以通過就很奇怪 我現在看回 有很多人說 哎呀 翁文又提CSA 我現在很有興趣 這些條例 所有的草果一出的時候 我沒有入法 案委員會都會提CSA 覺得是有趣的 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即施立法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我當然要尋章摘據 或者雞蛋裡面挑骨頭都要的 力求完善的意思 不是搞事 是吧 包括 版權條例 草案 我提903條修訂案 條條都是真實 告訴你 將正面的用詞 結證和負面的用詞 阻礙 擺在同一個條例名稱裡面 就是一錯再錯 之前 叫做公眾地方結證罪行條例 已經是錯 現在就改成 結證及阻礙 又是錯 接著沒有了罪行兩個字 就是跟錯 另外就是 結證作為正面的用詞 擺放在一條關於罪行的條例名稱上面 本身有自我推翻的意思 就是 你結證 偏偏跟另一個負面用詞 阻礙 還加一個給字來連接 然後 並列關係 正面用詞 和負面用詞 在中文文法裡面 很多時候就用 但 卻 這些連接詞 來 將它 連接 表達一個轉折的意思 可能是不同的東西 你結證 但是你阻礙了通道 你結證 但是你阻礙了通道 或者結證卻阻礙了通道 你不是 結證及阻礙 局長 有沒有解釋呢 這個連接詞都錯的 是 即是我們 用中文來表情達義 要力求 清通 第一 第二 先說多姿 即是你先說語法結構 先不要錯 你將這個結證 和阻礙 這兩個詞 即是一個連接的關係 而結證呢 是屬於正當的行為 阻礙呢 屬於不正當的行為 在法例上 就是阻礙 阻礙 你現在將這些貨物放在行人道上 那些店舖 你現在就要定額罰款 你要懲罰他 大哥 這是罪行來的 但是結證不是罪行來的 結證與阻礙兩組政府 擺在一堆 用個及字來呈現 連接的關係 在文法上 是非常之奇怪的 令人摸不著頭腦 當各位男子草案加入 阻礙一詞 就刪去罪行 二致 那又變相 進一步將 結證這個用詞 的正面意思 又表達出來 所以我越看越覺得 糊塗 對於我們有些不求甚解的議員 當然無所謂 趕快通過 罰款定額1500元 我條例本身 我已經是反對的了 在異讀的時候 我都說得很清楚 理據 我提這個修正案 我看過一本書 英國的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 講這個結證與危險 局長 他說 污衛這個概念 是一個社會秩序中所披棄的元素 污衛的行為 是混淆或者抵觸了我們 所謂 一些觀念和行為的預警 我舉個例很簡單 譬如 我們穿的鞋 它本身 並不 是康莊 但是 你把鞋放在餐桌上面 就是康莊 有些人擒桌 要脫鞋 他就因為覺得 他對鞋子是康莊 如果放上桌子 我擒桌 因為我做的鞋子 就是要抗爭 話知你 擲杯也擲 我就不覺得是康莊 這些觀念是很複雜的 但是 你的鞋子不是髒的 OK 你擺在餐桌上面 就變成髒了 對吧 食物本身也不是髒的 但是你把食物 在你的餓室 或者衣服上 沾染到食物 那你的衣服就髒了 你可以看到 從這些例子 這個潔淨和污衛 是一個社會文化裡 規範的相對概念 但是潔淨 往往是處於那些 所謂失序 污衛行為的對立面 所以 是通常會 歸類成為一種 正當的社會秩序裡面 跟你講講學理 潔淨是合乎社會 對市民的行為規範 那為什麼市民在公眾地方 潔淨的行為 會構成罪行呢 請問一下局長 另外 另外一個條例的定額罰款 是屬於一種懲罰的法律約束 懲罰是一種社會權力 對我們人的行為準則的一個規範 簡單來說 懲罰就是暗示了你某種行為 超越了社會對人的行為的尺度的要求 定額罰款作為懲罰 即是他 技師是很清楚的 就是說 你那個受規範的行為本身 是一種罪行 不是為什麼要懲罰你呢 為什麼要定額罰款一千五百元 那既然是這樣 那些店舖 將雜物有好貨物 擺在行人道上 造成一個阻礙 阻礙人們走 那是一種罪行來的 所以你才要懲罰他 那為什麼要刪除最後兩個字呢 我希望局長一間可以解釋 本席提出的修正案其實很簡單 實在是理順條例的名稱 不要令公眾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我本來就是反對這個條例草案 不過 大家看到之前的投票結果 孤掌難明 這個條例草案一定是 是獲得通過的 而且正式成為法律 不過我都要說 也都借這個機會 希望那些委員 除非你有少少反智 否則我這個修正案 你有什麼反對呢 很簡單 你駁我吧 你反對的話 你駁我吧 是不是 大把時間的 現在 全體委員會階段 你可以駁我的 但是你不駁我 又要投反對票 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 我說過那些對不對 不對 就動問你 那你就告訴我 我哪些地方不對 接著你就投反對票 我不同意你 但是如果 我剛才說的那些 你覺得 咦? 不是不對 那你有什麼理由投反對票 這個修正案 剛剛我提到 除了加罪行 我對於結證及阻礙 我都覺得很不滿意 不過沒有辦法 加了那個 算了 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這個修正案 只是加入罪行 兩個字而已 那就是 希望 將來 對這個條例 明清裏面的結證 兩個字都要作出修訂 是不是 那如果我們 就是 我們的同時 投反對票或者棄權票 我覺得是 有少少問題 不過我 我又不會在這裏去 爭取 大家的支持 求你 什麼什麼 我覺得沒有必要 這個是常識來的 是不是 這個同 那譬如我 這兩個字加了下去 你支持 跟你支持這條條例 沒有關係 你明白嗎 是不是 沒有關係 一二讀 你又投一贊成票 三讀 你都投一贊成票 條例是過緊的 是不是 我這個修正案 不會影響整個條例 就是 那個 沒有辦法實施的 不會的 政府就說修正法例 呢 就是 在這個 使得標題 和涵蓋範圍 擴大到 包括阻塞公眾地方罪行 但是政府提交 那個男子草案的版本呢 竟然去糊塗到 連罪行兩個字都沒有了 是不是 那你看回你那個 那個男子草案 就是 你那個修正的時候 你說是為什麼 修正有錯 我是沒有坐這個法案委員會的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開標題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看到 就是 這條法案要這樣提出來的時候 我便遲不然 覺得這個有問題 所以我希望 就是 可以改一改 是不是 將來有機會的話 是吧 是吧 局長又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那個 結證是否罪行呢 大家想想 這個有沒有矛盾呢 是吧 最後呢 就還有少少時間 可以二讀發言 就是未能夠完成的 有一個說法呢 我也想講一講的 希望主席你就不要難我了 這個不是修正案的內容 就是 在二讀發言局裡面 就是 有些地方我要補充的 就是 商戶將經營範圍抗止 到店舖門外 他有一個自成的秩序 有些地方 我不是說每間店舖都是這樣 有些地區 他是互相協調自律 自發 商安無事 那當然 那些藥房啊 譬如那時候 那些自由行那麼多的時候 有化妝品啊 那些尿片啊 都放在門口裡 阻礙著這條街 那個太離譜了 但是這些呢 1500元對他來講 就當交租而已 之前我都講過了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請你坐下 有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請你坐下